香港街头 两帮社团人士围在一起 砍刀已经准备好 眼看现场叫血流成河 胳膊腿乱飞 却有一个男人挤进人群 生生被踹到了逼哥面前 逼哥以为有人捣乱 揪着男人的头发就是几个大嘴巴子 可这个男人挤过来 是要阻止这场大战的 逼哥逼哥 我有话跟你说 求你你把人都带回去 我们是在拍电影 你想一想 上面那个坤哥吓谁 原来这件事全都是一场误会 十天前在某拍摄场地 过气演员宇哥被导演文松请来 想要拍摄一部名为黑帮父子情的文艺片 按照原计划 导演文松是要请一线演员的 但投资人乔总 钱都花在了洗脚城的族裔项目上 预算不够 只能请宇哥这种过气演员 最重要的是 宇哥的样貌 与传说中红星大佬亮坤简直一模一样 亮坤嘛 逼退蒋先生当上红星龙头的亮坤 但这简陋的场地和不专业的工作人员 宇哥怎么看怎么别扭 说起来宇哥也有苦衷 之前拍了一部很不文艺的文艺片 宇哥在里面饰演一个谈恋爱的外国和尚 如此违和的剧情和人物设定 投资人亏到卖裤子 宇哥的风评也一落千丈 不得已 宇哥只能来拍小导演的片子 希望以此扭转一下公众形象 顺便赚点钱补贴家用 导演文松虽说是个烂片导演 也是有情怀的 一心想拍出一部教父那样的世界级电影 但教父境界太高 目前来说 首先要超越的就是古惑仔系列 为了唤起宇哥的激情 文松张口就唱 宇哥一听不对啊 来之前不是说拍文艺片吗 这一听就是香港黑帮片啊 我堂堂过气演员宇哥 那是闹的吗 能跟你哥这儿拍黑帮片拉低形象吗 于是扭头就要走 可导演有自己的一套说法 宇哥黑帮父子情 在文松的摄像中 黑帮父子情由宇哥和当红同心费曼出演 是一部励志片 讲述了父亲被陷害后 蹲了八连苦谣 出狱后和儿子一起打天下 最终夺回失去了一切 听起来逻辑还算可以 宇哥总算是答应继续拍了 第一场戏就从宇哥出狱 儿子来接他开始 好家伙 宇哥这么一打扮 这不就是那个被弯仔枪神 一枪爆头的亮坤吗 可宇哥是真没想到 现在连童星都有替身了 费曼嫌天热 耍大牌 不愿意亲自上阵 而且这场是个背面镜头 所以随便找了个小男孩 就来和宇哥搭戏 这副演的拍法 搞得宇哥一点真情实感 都流露不出来 只能站在那里发呆 可宇哥没想到的事 还是太少了 没想到现在的演艺圈 竟然敷衍到如此境界 连发呆都能算一场戏 人在屋檐下 宇哥也没办法 继续下一场吧 为了拍好这场戏 宇哥自毁形象 大鼻涕流了满脸都是 为了入戏 更是掐了费曼 结果费曼打了宇哥的脑袋后 直接吓跑了 导演没办法 只能集中生智 电影已经开拍了 即便第一天的拍摄不顺利 也要对媒体公布拍摄进度 造势嘛 不嫌炒热氛围怎么赚钱 所以呢 乔总在媒体发布会上 大声喊出自己的雄心壮志 可口号归口号 乔总完全不知道现场的状况 宇哥坐在破烂环境里 打着一把破遮阳闪看剧本 费曼坐在有烧烤摊的高档 遮阳闪下打游戏 还有冷气开到足的房车伺候 都是演员 差别也太大了点 为了缓解尴尬 宇哥只能借口帮费曼看游戏记录 两人拉扯之间 却不小心删了所有记录 于是引来费曼一顿暴打 乔总也顾不上发言了 立刻赶到拍摄现场大骂 刚才两个人都打起来了 你们也不拦着点 瞎呀 跟谁说话呢 演员在一起得创作 创作就得碰撞 才能出火花 说到火花 今天正好有个爆破戏 为了拍好这场戏 乔总可是下了一番功夫 从宝莱乌请来好莱坞爆破公司的 宝莱乌爆破师 这场戏本来在通告里没有 宇哥也没做好准备 但现在专业不专业已经不重要了 能糊弄过去就行 因为就连对戏的费曼 也只是个模型 假中演假 这要能演出真戏就见鬼了 宇哥带着满脸的无奈 准备新一轮的演出 费曼一通捣乱 正戏还没开始演就炸上了 宇哥差点受伤 就连现场的支架都倒了下来 虽说众人合力扶稳的支架 可突然掉下了工具箱 直接砸在了宇哥脑袋上 就这样 宇哥从一个过气演员 直接成为了一个 瀕临死亡的过气演员 乔总看宇哥一时间醒不过来 准备换演员 但考虑到成本问题 干脆别换演员了 黑帮傅子晴 直接改名黑帮小坏蛋 费曼一个人演完全篇更花赞 为了节约成本 乔总甚至准备换掉文松 直接让编剧来个导演编剧一肩挑 同意我的请说同意 不同意的请说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乔总 合约里写的可是黑帮傅子晴 您现在要是想改名的话 他们是不会拍的 剧本是没法改了 现在全组上下都在等宇哥醒来 幸运的是 宇哥没被打死 成功醒来了 不幸的是 宇哥失忆了 由于缺失的记忆被剧本填满 现在宇哥认为自己是剧中人物 是那个被陷害入狱八年的黑帮大佬 所以一心想找自己的儿子一起打天下 友善的问护士借了六十块的起步资金后 宇哥重新打扮成亮坤的模样进入剧组 大家此时完全不知道宇哥失忆了 还以为宇哥是进入角色太深 可宇哥如今满脑子都是黑帮大佬父慈子孝 看到费曼就止不住的悲痛 对费曼一个大大的拥抱 接着就去吃冰淇淋 这个急坏了小助理们 费曼一丢 他们就别想在娱乐圈混了 经纪人更是急得对乔总大放狠话 好家伙 电影行业水都这么深吗 乔总以为自己都够流氓了 没想到这群做文化产业的比自己还流氓 如今的问题是 宇哥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就是一个黑社会 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还不一定 而且宇哥和费曼双双消失 男主觉得没了还拍什么戏 可文松却认为 当年拍萧生客的救赎和教父的时候 也遇到了危机 如今自己有幸能享受和经典剧作一样的危机 一定是轮回 因为拍这部戏 乔总的煤矿公司损失惨重 说什么也要撤资 可撤资前也得找到演员呢 现在宇哥和费曼两人坐在那个球场上吃冰淇淋 对 就是那个亮坤欺负陈浩南的球场上 宇哥是真把自己当黑社会了 看到有小蛊惑在欺负阿婆 拿起酒瓶子 框框一顿杂 拳打脚踢的样子还真像社团大佬 几个小蛊惑被打得热血沸腾想跟着宇哥混 未表成心 拿酒瓶子就罩着自己脑袋招呼 由于宇哥现在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黑帮大佬 自然乐意收下小弟 可文松那边就惨了 主演消失后 乔总撤资 剧组解散 文松为了完成自己的电影梦想 直接使出一招掉虎离山 找到费曼后抱起来就跑 既然宇哥认为自己是黑社会 那我们就顺着他来 我们偷拍 宇哥的失忆 费曼占了很大责任 为了帮宇哥恢复记忆 费曼答应假装宇哥儿子 好好完成拍摄 有你们就跟着我打天下 我讲话你们要听 他讲话你们也要听 收了这些小弟后 宇哥在内心彻底坐实自己的社团大哥身份 既然是大哥 就要考虑赚钱养小弟 做股货仔也是要有职业道德的 那些抢劫便利店吃霸王餐的缺德事不能干 黑帮大佬 当然要从古惑仔的传统赚钱方式做起 开舞厅 麻将馆 代客停车 收保护费 这四件事 说好不好 说坏不坏 可宇哥硬生生将这些事的境界拔高 在宇哥的认知里 舞厅可以给女生一个展示美的机会 麻将馆就给大家一个闲暇时间放松的场所 代客停车呢 就让老板们停的放心 玩的开心 还有 收保护费可回答 干了这杯酒 宇哥开始了自己的雄心壮志 另一边的文松也开始了偷拍 两人进屋后 费曼用朴实无华的演技唤起宇哥的父爱 给宇哥整得是热泪盈眶 宇哥抱着费曼就讲了一大段故事 这副慈子笑的场面让人不禁感慨 这位大哥感慨的还是太早了 由于缺少资金 最终拉来了广告商投资 而广告商唯一要求就是在戏里硬性加入广告 没钱就玩不成电影梦想 没办法加吧 这茶里茶气的演技 两位才是好演员 直入玩广告 宇哥带着小弟们到麻将馆搞事 可刚坐下就坏事了 宇哥这个假大佬遇上了真大佬B哥 如今B哥是铜锣湾的画室人 掌管树家麻将馆 在摸不清楚宇哥底细的情况下 当然是热情邀请宇哥打麻将了 偏偏宇哥手气太好 迎钱赢到手抽筋 宇哥愣是输了500万给宇哥 但现在没现金 宇哥想让宇哥三天后再来拿 这可就惹怒宇哥了 如此讲话当然就是奔着搞事去的 双方立刻打在一起 宇哥摆出帅气的起手势 仿佛李小龙附体 一脚一个把B哥的小弟踢得人仰马翻 对拦着自己的蛊惑在 又使出一套咏春小念头 等自己人赶到时 这个麻将馆已经被宇哥摄入囊中了 为庆祝出师大劫 宇哥带着小弟们去泡澡 好好放松一下 泡澡可是香港老骨货仔的保留节目了 除了宇哥等人 还真有一帮老大爷也在池子里泡 双方一言不合就干了起来 老大爷们战斗力明显不行 被打得哭鸡鸟毫 宇哥对打赢几个老头的战果很满意 费慢就不乐意了 是黑社会 但是你现在出狱了 你要变个好人 儿子的要求最大 宇哥当即决定转型 可好人是压不住麻将馆的 所以必须改 麻将馆改成茶餐厅 锣鼓敲起来 狮子捂起来 宇哥的茶餐厅顺利开业 生意兴隆 但逼哥不乐意呀 自己的麻将馆 只是被宇哥保管几天 怎么营业性质就说改就改 当时就怒了 见就见了 宇哥怕过谁 直接通知小弟摇人 打电话 今天铜锣湾是晒马 晒马就是黑帮在火拼前 把自己的小弟都叫出来站在那里 通过人数比拼双方的实力 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所以天一擦黑 双方就在铜锣湾搞起大阵仗 宇哥和逼哥更是一见面就掐起来 走就走啊 两人直接找到红星龙头蒋先生 现在的蒋先生已经洗白上岸 转型正行 解决矛盾主要是以说服教育为主 打打杀杀都是过去式了 茶餐厅当然比麻将馆要正 所以对宇哥有点偏心 茶餐厅你继续经营 以后所有不同堂口的兄弟 来到你那里吃东西都打个切给他 帮他们走上正堂 我问题 这样的处理方式 逼哥当然不满意 招几小力叫开打 眼看几百人火拼的血腥场面要开始 文松慌了 一路小跑着挤进人群 逼哥 逼哥 我有话跟你说 求你你把人都带回去 我们是在拍电影 逼哥一听就明白了 拍电影嘛 宇哥的样子还真像拍过古惑仔的明星 现在社团都在求转型求发展 逼哥自然也不意外 当即要求 文松给自己安排戏份 好洗白黑帮底子 于是在剧组的安排下 乖乖坐在茶餐厅 配合演出 其实呢 为了掩人耳目 这茶餐厅白天是茶餐厅 晚上继续麻将馆生意 一入夜 麻将馆就开始营业了 乔总这时候就也推门而入 但乔总带来的不是资金 是当初的合同 乔总要求 按照合同的约定 让剧组把自己投入的钱退出来 我告诉你 现在只要我的钱都拿回来 干什么我都愿意 众人很无奈 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 哪还有多余的钱给乔总 乔总的嚣张 引来逼哥的不满 抓起来就一顿暴打 正巧宇哥走了过来 失忆的宇哥完全不记得乔总是谁 于是众人顺势就给乔总安排了身份 大家一起忽悠宇哥 说乔总就是陷害宇哥入狱的仇人 气得宇哥拿起雪茄刀 就要给乔总放忘血 此时费曼近来看到这一幕 直接就生气了 当初可是宇哥亲口答应 要改邪归正的 现在又是麻将馆 又是打人 费曼直接被气走 四处都找不见 其实这都是剧组的安排 费曼没有真的找不到 只是去拍了别的广告 宇哥在屋里正着急的时候 费曼打来电话 说自己为了帮宇哥赚钱 接很多的广告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宇哥明白 做正行也有出路 看着电视里的费曼 宇哥陷入深深的痛苦 到底是做黑帮大佬 还是做一个好父亲 这是一个比生存还是死亡 更深刻的问题 可宇哥不知道 自己靠在沙发上这一幕 正在被拍摄 自然又纯粹的演技 征服了所有的工作人员 大家一致决定 等费曼回来后 再补拍一场 宇哥退出江湖 负子和解的大结局 然后就杀青 电影是电影 现实是现实 大家可以为了电影 让宇哥假装社团大佬 可谁都没想到 真的有一伙王命图 潜入麻将馆 四处翻找 像是要找什么东西 甚至还拿枪指着大家 危难之时 宇哥和逼哥 恢复大佬本色 从后门潜入控制了现场 你们是干嘛的 我只是要钻石 钻石 怎么钻石 宇哥正纳闷的时候 费曼回来了 王命图立刻劫持费曼 威胁宇哥交出钻石 正紧张时 经纪人沙沙闯了过来 看着大家持枪互相威胁 还以为是在补拍之前的戏份 完全没有危机感 还拿出视频给宇哥看 告诉宇哥获奖的好消息 曾经的香港黑帮电影教父 吴振宇一举摘得了 毛里求斯 毛球球 国际特大型电影节的 影帝贵冠 想起这部曾经扑该的电影 宇哥脑子里又开始混乱 脑子有点清醒了 但是没完全清醒 虽然已经从黑帮大佬的角色中 清醒过来 但是以为现在是在拍戏 放走了手里的人质 没办法 王命图已经挟持费曼离开 众人只能拼命想 到底哪里有钻石 宇哥想起来 自己还没接受麻将馆的时候 有小弟去中环偷钻石 但是记得当初是在关公像上放着的 可关公像换过之后 老的塑像就被扔了 幸好宝洁阿姨记得老关公塑像 在垃圾桶里藏着 但乔总也在垃圾桶里躲着 甚至还把钻石囤进了肚子 现在钻石的事还没搞定 王命图那边又出事了 原来费曼的爸爸在坐牢 而与宇哥接触的这些时间里 费曼和宇哥产生了父子情 所以才希望宇哥改邪归正做个好人 为了救出费曼 大家决定用拍戏的方式开始行动 有逼哥的帮助 封锁街道不是问题 可这毕竟不是拍戏 对方是王命图 营救机会只有一次 宇哥要全部实力好好演这场大戏 果然在众人的努力下 街道追逐大战 爆炸 翻车 这些经典黑帮片的元素全都有 宇哥威风凛凛的下车 在双枪指着自己的情况下 拉出了乔总 告诉你 我知道钻石在哪 但是我不跟你们说 宇哥直接就是一枪打上去 其实这还是演戏 大家在乔总身上埋了炸点 这浑身的血全是血包 虽说演技浮夸 但还真的是唬住了王命图 为了增强效果 文松亲自上阵 被宇哥用冲锋枪扫了个透心凉 但光是这样还不够 为下退王命图 宇哥掏出开山刀 一刀就插进肚子里 王命图们都懵了 这什么情况啊 可宇哥还在继续飙 随即一转身 宇哥亲手割了自己的脑袋 趁着王命图还在震惊 毕哥等人顺势冲出 假装警察带走了这群坏人 其实一切都是道具 宇哥一点算没有 还有心情和费卖开玩笑 成功解决危机后 大家将所有素材剪成电影 本来不抱任何希望 但这部黑帮父子情 还真的在硬度获奖 我们的下一项目 是父的杂贵